原警騎機車 鳴著警笛 示意路上的車輛 快快讓路 沒想到下一秒 左方突然衝出一台黑色轎車 直接從側面把原警撞飛 原警倒地之後 嘗試想要起身卻起不來 模樣非常痛苦 而開在後面的白色轎車駕駛 見狀後趕快下車幫忙 因為這名原警 可是為了救他車上的乘客 才會被撞 他很不舒服要去醫院 要怎樣 聽到駕駛求救 馬上一口答應 宜蘭這名神姓原警 二號晚上在中山路跟明泉路口 巡邏時 看到這台白色轎車 開得非常快 趁停等紅燈時進行盤查 疑問之下才發現 因為坐在副駕駛座的照姓男子 全身抽搐 口吐百墨 需要緊急送醫 原警立刻鳴笛協助開道 結果還騎不到50公尺 就發生意外 兩條手臂都包滿了紗布 虛弱的躺在病床上 幸好原警送醫後 只是多處擦錯傷 沒有生命危險 警用機車上滿是刮痕 連車殼都裂了 可見當時撞擊力道真的不小 雙方都有送醫 都沒有生命大礙 經久測 久測值都為力 但從監視器畫面 可以看到撞飛原警的轎車 疑似搶黃燈 可能就是因為這樣 原警雖然有鳴笛 駕駛還是閃避不及 事發後也緊急通報救護車到場 協助把身體不適的 照姓男子送醫 幸好人也是平安無事 人民保姆熱心的幫助民眾 卻被撞得全身傷 玻璃是大人真的不容易 TVBS新聞檢大臣 吳玉亞 宜蘭採訪報導 請訂閱 按讚 分享TVBS新聞頻道 並開啟小鈴鐺 也請下載TVBS新聞APP 隨時掌握國內外大事